從政見發表會之後呢 26號晚間9點 柯文哲打空戰持續追問能源話題 因為賴清德是很明顯的誤導 他說那個2025非核家園 是因為核三的那個反應圖 剛好到那時候滿30年嘛 所以他剛好要停掉 其實他有個地方是誤導是 核電廠不是滿30年就一定要停 因為他可以再繼續用 不是不能用 只是說如果你要繼續使用 那做一些準備工作 所以那個賴清德是很明顯的誤導 柯文哲指出 因為核電廠不是滿30年就一定要停 其實可以繼續使用 甚至提到其他國家的核電廠 都用到快60年 所以如果要繼續研議 大概前一兩年就要開始寫研議的計畫 可是他炮紅民進黨沒有研議計畫 那麼民眾黨的策略不只打空戰 同時陸戰也分進合集 我們的郭文區立委黎一君陪同 來向花蓮的鄉親來墾多拜票 新年請任愛民愛鄉 吳馨營同一時間前往花蓮東大門的夜市掃街拜票 搶攻鐵籃票倉 盼能夠跟更多選民握手 空戰陸戰兩頭分進合集 希望在最後關頭衝高支持度 謝謝